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请问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 不纠结于线下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只是自虐而已 遇到人生很多重要的事件 像是学生遇到所谓的大考啊 选田志愿啊 或者是你已经出车会在上班了 遇到个大案子 或是你想要转职升迁 那这种距离大考或是什么彼岸 或是什么升迁之前的好几个月 你内心就会开始对于这个 哇,要考试 或是要教一个什么计划 你就会又很压力很大 就会感到很焦虑,很不安 明明的活动这件事情就还没有发生 但你内心就是会感到莫名的压力山大 焦虑感挥之不去 但总是让这种无助于事的压力 跟烦恼占据你的大脑吗?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情 那在进主题之前呢 那分享一下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部韩剧很夯 叫做黑暗荣耀 是由宋慧桥所主演的 我个人只要小小地讲一下我的心得 简单来说就是非常的好看 除了我个人觉得第一集的铺陈 因为它都是所在它的年幼时期 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追剧很看主角的人 你就是为了宋慧桥追这部剧的话 你第一集就觉得说怎么一直在演小时候 就是一直没有看到你喜欢的演员 那第一集成果之后 第二集就开始超级好看 它的题材真的就是韩国拿手的 在讲一些就是社会议题 在讲学校霸凌事件 而且它的霸凌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 更可怕的是当初你看到 因为我也不算爆雷吧 因为新闻上都有人在讲 就是他用那个女生的那种卷法器 拿来霸凌自己的同学 拿来烫自己的同学 你想说这有可能发生吗 也太残忍了吧 被烫得滋滋作响 那身上留下很可怕的疤痕 你想说这我当初在看的时候 说这怎么可能 也太夸张了吧 结果我看完这部剧之后 发现那个新闻流出来说 这个事情是真实故事 因为它就是韩国那边 真的有人就做这件事情 而且还有照片 真的脸歪掉 那除了就是它的故事 就是缜密度啊 我觉得宋慧桥在这部戏 真的有一转 它还过往 就是那种温柔婉约 或者是比较那种坚毅 不屈不挠 女性角色的特质 这部就是刚开始 就是很柔弱 后面的那个报复女王 就完全跟他以前的作品 不一样 你应该想象那种顺丰富产科 一路到什么蓝色 生死裂 然后到中间有很多 什么浪漫满屋 这种那种甜傻剧 再到这一部 就是变成复仇为主基调 然后整个里面的细节 为表情啊 或是那种狂笑啊 善笑啊 就是那种 那种耍狠的台词 它都演绎得非常好 但这部剧 我觉得最厉害的 除了就是剧本之外 它的那个女配角 就是一个 算阿姨吗 就是大婶 都叫她阿姨的一个女配角 这个女配角当初被 这部剧的编剧给清点 就为了她 这个女演员 而写的这个角色 我只能说 她真的算是 这部片的灵魂 因为她让这部片的层次 更多了 就不是单纯 哦 就是个复仇 她在里面有些 温馨的人性展现 很多食恶趣味 食恶黑色幽默 食恶 又让你觉得说 哦 这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她的 因为这个角色 让这部片 比较没有那么沉重 有一些温暖 有一些笑料存在 那除了刚刚讲的 宋慧乔 跟刚刚说的那个 辅助宋慧乔的 小助手阿姨之外呢 里面的女霸凌者 就是霸凌宋慧乔的 那个角色 嘴脸有够贱 有够会演 她真的就是 那个嘴脸 你真的忘不了 她只要一出现 就是那种脸部表情 双面人 在她的假闺蜜 面前是一个样子 然后一转头 那个脸变得 直快跟翻书一样 她也是这部片的看点 就整部剧 每个演员的演技 都恰到几分 另外 就是男主角 在里面比较有趣 她在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是粉红泡泡很多 她就算是 里面里面 比较温度的一个角色 就她早一出现 就是暖男 然后跟这个女主角 就是只要两个人 有对戏的场面的话 就立马化身 那种黄金猎犬般的 那种存在 那这部剧里面 就是她的层次 跟里面的一些景句 都蛮值得一看的 就蛮推荐给你的 细节就不爆雷了 那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那在实际的 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要来分享一间 特色咖啡厅 它是位于 南京复兴后巷 叫做Para Coffee 这间Para Coffee呢 它整个店面 你一经过 你绝对会多看它两眼 因为它就走一个工业设计风 整个装潢 从外面看进去 就是一大片的毛玻璃 就是他们的门面 那那个毛玻璃呢 后面就藏着他们家的logo 就是Para 那你根本看不进去里面 因为它毛玻璃 那个不是透明的 所以你无法 就是透视进去店里面 到底是卖什么葫芦 你会以为说 这是服饰店吗 因为它长得真的很像服饰店 它的整个视觉上面 就是水泥 还有它的金属堪棒 就这两个颜色 基调很沉稳 然后时髦又大气 就是经过你真的会以为 它是什么大牌子 什么Givonchi 或是什么Balanziaga的店面吗 就其实 它是个咖啡厅 我就觉得它真的很时髦 那它连他们家的杯子的logo 就是细节都是黑白色调的 就是怎么拍 都觉得说非常的有质感 很像那种韩国顺水洞啊 或者什么明洞周遭的那种时髦咖啡厅 就有在那边很好摆一些时髦的照片 比方说是什么假街拍啊 拿个咖啡走来走去啊 就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 那他们家 就是讲完这种很肤浅的装潢啊 跟它的杯子很漂亮之外呢 我觉得他们家的咖啡 也是好喝耶 因为他们家的咖啡 是有燕麦奶 是他们家的主导燕麦奶咖啡 我是点他们燕麦奶 拿铁 我觉得一喝就爱上 因为其实我对燕麦奶 其实没有特别的 极高的兴趣 像一般的星巴克 或连锁咖啡厅 我都是点一般的拿铁 那这一间 他们就主导他们燕麦奶的 就是特色饮品 因为我送到那里喝喝看 一喝你真的就是可以 浓烈的感觉到 哦 那个燕麦奶的味道 有真的提升出一个咖啡的档次 所以你一喝就会很喜欢 那因为它就是以外带为主 它里面是没有内用区的 只有在店外面 有一排矮矮的那种水泥椅子 那它也没有主打说 你可以坐在那边饮用 但它就是真的矮到 很适合坐在那边 把那个咖啡射掉 或者你在那边拍一些 假掰美照 就是一个很值得拍照的咖啡厅 那有经过 我觉得可以去走它一下 拍一个几张的漂亮的照片 叫做ParaCoffee 在此真心的推荐给你 那相关的照片跟影片呢 我会放到IG 其实您应该 大家赶快去IG搜寻 其实您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 不纠结于线下 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只是自虐 第一点就是呢 请你切割你的焦虑 学会暂时的搁置 不必要的烦恼 请把你未来要担心的烦恼 或是焦虑 请切割下来 放到一旁 举例来说 如果你发现说 我这一次大考 还有三个月 你现在就要担心 大考这件事情 完全帮不上忙 因为即便你现在再焦虑 你也没有办法 现在就立刻去考试 去消除这个焦虑 那除了社会也是 举例来说 你可能最近转职 或是你最近可能工作上 遇到一个很大的案子 你就是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再担心 我再焦虑 我也没有办法立刻 就是快转到那天 去把这个报告给做完 把这个计划给交出去 或者是你就是现在失业状况 或是你被资钱 你就没有办法 觉得很担心 说怎么办 我现在就没工作 你也无法一秒快转到 说现在去面试 得知那个消息 所以就告诉自己 把未来的焦虑跟烦恼 要懂得事实的 就是切割 因为人活着的一天 你永远都有新的工作 新的烦恼 新的问题找上门来 如果你总是一直 在担心未来的担心 在焦虑 未来的焦虑 你未来的那些未知 过去的遗憾 你全部都扛在自己的身上 你就是手上 只是一直在看着 这些烦恼跟焦虑 你根本没有办法 专心于线下去解决 现在此刻的难关 或是现在你要去 代办的事项 所以担心这件事情 的确是他能够告诉你说 你要做点事前准备 或是要提前做点规划 但是如果你只是 一直担心着 一辈子都不会发生的意外 比方说你就是那种 恐病症 觉得说我自己是不是 得了癌症 或者我是不是 这辈子就完蛋了 我是不是找不到工作了 或是像我遇到一个 大人就完蛋了 我这辈子都没做成 我这可能就会因此被自解 你就担心那种 不会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没有必要 那终究只是自我折磨 而且那不是所谓的 位于筹谋 那真的就是自我折磨而已 而就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 关于说 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 不纠结于线下 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只是自虐而已 就是二 学习放下烦恼 只着眼于 现在你可以处理的问题 有一些事情 就是你线下 无法去解决 这个问题 它虽然是个问题 带你解决 但如果有些东西 就是你要等到 那个时间点 你懂吗 有些是 可能要到你 就是30岁 才能够去面对 这个问题 或是你要生出小孩 你要结婚 才能够去面对 这个问题 但你棉龄就还没到 你明明现在才20岁 你就要担心说 我35岁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动乱 你懂吗 你在担心的事情 是未来才可能需要去烦恼的 不是你现在 有办法去做任何解决的 那单凭你现在 自己在努力 想要去处理它 消灭它 就是凭你一己之力 你是无法立即的解决它的 你需要点时间 或者是有些时候 是工作上面的合作状况 你可能需要你有同事协助 你可能需要你 主管签诚 或是你需要你的对方的窗口 对方的业务来协助你 才能够去推进这个进度 啊你就是现在是六日 没有人可以帮你 没有人可以帮你签那个签诚 那你在担心 在烦恼 没有用 所以遇到这类的状况 轻易就要懂得 放掉这些无谓的焦虑跟烦躁 因为那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把这些心力省下来 去应对你现在可以做的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有些签诚 或是你需要一些资料是你同事给你 才能够去下一步 那你至少想说 那我现在去烦恼这个案子 无法到下一步 没有用 那至少你就去看一下 你现在交出去的资料 是不是有错字 或是你去对一下 说那他如果交给我 只有我后续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先去准备 这个才是你线下 可以去处理的问题 要懂得活在当下 专注于你当下的问题 这样比较实际 不要去受到未来的焦虑 给牵绊跟影响 而这个是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 不纠结于线下 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只是自虐 就是三 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 轻重缓急 请担心对重点 有些人呢 明明眼前有个很重大的人生难关 要做决定 要去下 但是呢 他就喜欢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去填补这个烦恼 或者去用个小烦恼 来取代这个大烦恼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大家最常发生的例子 你在大考之前 或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说 完蛋了 我这课还没看完 但你坐在书桌前面 你就开始整理你的书桌 整理你的房间 你就是用说 天哪我的房间好乱哦 我的书桌好乱哦 我需要来整理我的书桌 这就是标准的用小烦恼 来取代大烦恼 那讲这个例子是比较生活一点 大一点的例子 就是可能 你明明工作上面有一个大的决定 等着你去下 你可能要想清楚那个决策 但你就开始思考说 诶 我那个Excel表是不是 那个有点跑掉那个位置了 或是我这个档案那个颜色 是不是没有做好 你会想一些超级小的问题 来就是忽视这个真的 你要去在意的大问题 那人生有时候就是 你会用烦恼来解决烦恼 但是问题来了 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 你终究有一天要去面对 那个大烦恼 你在那边整理完你的书桌 你还是要回归到 你要去面对 诶你书还没念完这件事情 你Excel表调完之后 你还是要去面对 说你还没下那个决定 所以即使是烦恼 你也要排出优先顺势 跟重要的程度 毕竟一个人的时间 跟心理 跟脑力 专注力 都有其极限 所以呢 你要烦恼跟焦虑 你也要把它花在刀口上 再不要被那个所谓的 鸵鸟心态 或是拖延症 给那淹没了 真正该去重视的事情 至于呢 就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 就有时候就稍微忽视 或是告诉自己说 诶这件事情 也是需要去调整 这个Excel表 但是我应该先去把那个 大的事情先取决完之后 我再来调这些细节的东西 否则等你到Excel表调完了 等你把你的桌子 给清理干净了 你已经没了时间 你也没了力气去念书 也没有真的有那个心理 可以去认真的思考说 诶呀这个问题 我该怎么解决 那就无法真的去消除 焦虑本身 那这就很可惜了 好啦 今天就是简单的 以三点来聊聊关于说 烦恼是解决不了烦恼的 不纠结于线下 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只是自虐 再次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一集 你是否觉得很实用呢 赶快推荐给你身边 那个有需要的朋友 请他听起来 不要再沉溺在这种烦恼 解决烦恼的问题里面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外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你不接受的 对不起 你不接受吗 没说完